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我都明白 可他毕竟救过我两次年 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在这待会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們也不应该要重新低音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家里还好吧 好好好 小姐 你回来了那就更好了 是啊 我天天都打扫房间 等着小姐回来呢 我其实已经答案了 咱们把侦探所关了 一起出洋 我答案你就一定做了 其实我娶你 已经是我最大的福分 我怎么可以做 让你不开心的事 走 我走 不愿意 你们терес 已经扩我们来 要好 leye Dor 你 警局 我 这 我们事 已经不是 在这呢 对 是 真正害死你老婆丁雪茹的事 那么家用人的儿子 你的好朋友 杜邦 少爷救我 少爷救我的命啊 少爷 少爷 你快走 少爷 雪茹是我给害 少爷 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快走 虽然他后来救了你 可他这样做 也完全为了他自己 快送医院严加保护 是 我 都 下一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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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thful 是的 还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别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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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猜 有人想瓜分谭世杰的地盘 这帮商会大佬们 已经炸开了锅 总裁长 神机妙帅 在哪 户屏饭店 户屏饭店 这帮有钱人真会选好地方 在户屏饭店给我开一个包间 就在他们隔壁 隔壁包间 为什么 问那么多干什么 赶快去办 是 喂 唐特办员 备下了一桌 粗茶淡饭 谢谢 谢谢 谢谢唐先生 能够赏脸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干干干干干 请请请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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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两句 现在有人提出 要评分贪业的产业 不行 绝对不行 我姓张的就不答应 什么评分 贪业在的时候 我 按前马后 两肋插刀 有的弟兄 连性命都搭上了 啊 现在有的人 投机取巧 吃里扒味 啊 又提出什么要评分 这口是怎么张的 哈哈 不是我城卯人想多拿 檀业的产业 有我的股份 姓程大 你少中岁 在座的谁不知道 檀业出事之前 你已经把股份给抽走了 现在回过头来 又来蒙我们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啊 今夜说得对 老陈家的账目 是有点糊涂 你放屁 至少我的股金在檀业的产业里面是起了大力的 谈业的产业一步步的扩大 都是有我的血汗钱 你的血汗钱 是无数上海滩婊子的血汗钱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我是什么意思 啊 你去问问你们的歌廷小姐就清楚 哎 怎么了 我们兄弟的钱 没事 并不吃干净 喝多了 但这是用血 用命给换来的 用的舒坦 不像你 拿人家婊子的胳膊大腿去换钱 哈哈哈哈 混蛋 你混蛋 你少来这一套 大管爷 吃菜 什么事啊 都动枪了 哎哟 杜总监长 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呢 这商户里的小事情 小事情 有事情好商量吗 吵什么吵 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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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盘的事情是小事情吗 我把丑话都跟你们说在前头 都给我听着 你们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不管 要给我闹出了阁 我就不能装不知道了 杜邦 你少在这儿装枪做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来历 你是跟着谭业一步一步地爬到今天 您现在装什么假正经啊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了 我就说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们 别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 自己找别扭 谭世杰死了 上海滩 早就应该清静清静了 你们闹到今天这一步 我这个华总探长是有责任的 你少拿华总探长的身份来压我 你干的缺的事还少吗 你今天来装好人 你是想吞了我们 谁才不知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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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听清楚了 从今天起 上海滩没有帮回 只有杜邦 华总探长 华总探长 谢谢谢谢谢谢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护军谭孝礼 谭特派员 他是身经百战 在军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啊 谭特派员 今天在场的诸位 都是上海滩的商界名流 因为有了他们 上海才能有今天蒸蒸日上的局面 好了 谭特派员你们都认识了 是 以后还得多亲近呢 一定 一定一定一定 杜探长 你在上海能这么有威望 往后我也就放心了 刚才那个卸粉狮子头米当男的 不错不错 小姐 你要出门啊 吴妈 这两天你把家里好好收拾一下 哎 过两天我要登个广告 我想把这房子卖了 什么小姐 你要卖房子 这房子我实在是不想再住下去了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和小王的 吴妈 你在我家工作了大半辈子了 你该好好回家养养老了 我会把你们的生活安排好的 那我先走了 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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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小姐 毕凡呢 毕先生去医院看周探长了 您就是 我打算以后搬到这儿来住了 你能不能帮我把那间空房子收拾一下 好的好的 毕先生他知道吧 我会跟他说的 来 行了 行了 来来来 叫我叔叔你 慢点啊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看看 我说我不让你下床了 来来 开床 那我着急啊 住了这么多天我都快憋死了 养伤着什么急啊 要向你老邓下地 这伤什么时候好 也是 我得提醒你啊 现在谭世杰是死的 不过咱们还得防着杜邦 好 毕凡 曼华 你真的在这儿啊 嗯 曼华 你真好 来看我 周明 你身体好些了 行 好多了 曼华 你来了就好 这些天啊周明在这儿憋坏了 就是 你在这儿啊好好陪他说说话 周明 好好养吧 我先走了 好 毕凡 毕凡 你怎么出来了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儿 我打算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为什么 我实在是害怕看见那儿的一切 我明白了 那你打算搬到哪儿去呢 我想搬到你那儿去住 怎么 难道你不欢迎我吗 怎么会呢 不过 那就好 我已经把行李搬过去了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周明啊 一直闹着出院 你帮我好好劝劝他 好 是 曼华 这套原正好吃 你也吃过一针挺好的 嗯 你说什么 你怎么了 没事儿吗 我没事儿啊 这家店的套原好吃吗 好吃的话下次我还去这儿买 你再吃点儿吧 曼华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可是有句话我还是想说出来 要不然我憋在心里我太难受了 曼华我喜欢你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反正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的话 你别说了周明 曼华 曼华 我心里 已经有别人了 杜探长 我看这谭世杰是真够厉害的啊 这么豪华的一个宅子 那得花多少钱呢 花多少钱无所谓 得看谁住这个宅子 只有谭特派员才配住这个 才能镇得住这个 是啊 可是我在想啊 这么一个树大招风的宅子 不知道谭世杰出事以后 会不会有人 放心 特派员放心 自从谭世杰事发被抓之后 这个宅子一直是由我们寻谱房查风 所以你放心 一样东西都没少 嗯 那就好 说实话 杜探长 我真得感谢你这番苦心 替我搞到了这么豪华的宅子 不过兄弟我还有一件事情 恐怕也得劳驾杜探长 尽管说 你看啊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有了 可是这吃穿用 集养军队 得花大笔大笔的钱呢 不知道杜探长能不能也帮忙写个法子 好 有问题吗 特派员 这件事情啊 交给我们小小的寻谱房恐怕有些困难 这样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保证你躺在这都挣钱 好 说吧 明天你写个帖子发下去 通知全上海的政界药员 商界名流 就说五天之后 你特派员在这个谭公馆举办生日宴会 生日宴会 杜探长 我谭某人的生日半年前就过去了 况且眼下咱们手头又没什么献钱 拿什么举办生日宴会 谭特派员荣马多年 不会对上海滩的规矩一窍不通吧 你想想 以您的身份 在这举办生日宴会 前来贺喜的人 总不会空着手来吧 你谭特派员的生日宴会啊 那不是一般人的生日宴会啊 别说他空着手来 他就是拿的礼品 橙色稍微低那么一点 你看看他自己的面子下的来了 还是杜探长想的周全哪 好 咱们就怎么办 你负责你一个名单 把请帖发出去就行了 人数我来定 你定 有数了 杜探长 既然咱们是办生日宴会 那一定得把毕凡给我请来 他可是我娘的救命恩人 怎么 有问题吗 好啊 毕凡那也是我的兄弟啊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 那行 谭特派员 谭特派员要住在这儿 这所大宅子 马上就要恢复他往日的生机了 舅员您是闭先生吗 是啊 请请 怎么 你找我有事 谭谭就不行了 你现在快是上海滩的红人啊 如日中天 我哪敢找牌呢 是啊 别叫我上海滩 大班的上海滩都是给你当家的 你可别这么说 我再怎么说也就是个给人当差的 现在混好了点 当了个小头目 是啊 以前自己也做了不少违心的事情 可我也是没办法 当然了 我一直想好好的混 将来腰杆子挺直了 才能清清白白做人呢 是啊 我跟你说的 那都是真心话 我这一腔的事 我只有跟你说 也只有你才能理解我 你今天叫我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那不是 新来的这个特派员谭孝李 你认识我 眼下他要做寿 做什么寿啊 无非是讲个牌制 要给世人看看 他点名让我帮他张楼 你说我敢不去吗 那你就去张楼去 是啊 可他第一个点的要请的人就是你 我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我没办法 我有我的难处 你说他出来乍到的 他要做寿 哪儿就这么巧的事啊 他不就是等着人给他进贡吗 想不到他也会这么做 咱们也不管他怎么做了 我现在 唯一想的就是 怎么帮你应付他 你看我是这么想 等下周呢 谭孝李受宴的时候 我背下一份厚礼 以咱们两个的名义送给谭孝李 你只管去就行 什么都不用带 剩下的事情我来照应 想不到 你想得到够周到的 我向你通报一声 我不能自己做主 对吧 那就多费心了 哎 上海滩 鱼龙混杂 我真的特别想 让你过上平平静静的生活 可是 恐怕将来我少不了 给你添麻烦 只要你愿意 咱们兄弟俩 连起手来 清除上海滩的罪恶 还上海滩一个朗朗乾坤 好 怎么样 你看 这样好了 挺好的 你是不是不喜欢啊 没有啊 我这么做只是希望你能高兴一点 可你总是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没有没有 也许是最近这些事情我 我太忙了 周明最近怎么样 他挺好的 哦 我觉得你应该经常去看看他 他是为你受的伤 我是很感激他 啊 其实 周明挺不错的 你别说了 我今天已经告诉他 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帽啊 你在这儿住我真的挺高兴的 可 可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适合你 为什么 整天忙来忙去的 让你提心吊打 我不怕 我不怕 不管有多危险 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哎 哎 我那份资料 是在那儿不放 是在那儿不放 请你请 哎 哎 曼华 还猜我是谁啊 祖珍珍 哎呀怎么每次都瞒不过你呢 好久不见了珍珍 嗯 珍珍 你去哪儿了 你不知道啊 我拍电影去了 女主角哎 真的啊 片场的人啊 还说我是中国的BVL呢 确实比以前漂亮了 哎 但是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一定去给你捧场 一定一定 哎 B先生到时候你也一块去啊 一定去 那我们先进去吧啊 走 哦 周明他怎么样呢 嗯 他挺好的 快出院了 哎 我一直忙 他会不会怨我没有去看他 不会吧 我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你们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当时我真应该和他在一起的 哎 哎 虽然我很喜欢表演 可是如果为了要做演员 而辜负周明 那我一定会后悔死的 哎 曼华 我觉得 好像是泄露情网 是吗 哎 哎 张教授 哎 您在这儿啊 哎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好 这位是我们大学考古系的教授 张教授 这位是上海餐大名鼎鼎的侦探 B凡B先生 哦 久仰久仰 B大生态可得久不胜明啊 过得 好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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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恰逢谭特派员寿臣 我特赦 我特赦此宴 感谢前来祝贺的政界要员 商界名流 我们同事 为今天的晚宴主持 大家好 我是杜珍珍 那今天呢 是谭特派员的大日子 让我们在这里首先一起祝愿谭特派员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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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蛋糕 推上来 蜡蜡蜡 谈特外缘 请把蜡蜡吹了吧 不过吹蜡蜡之前呢 请你许一个愿 把蜡蜡吹灭了 这不等于是吹灯拔蜡吗 特外缘 英国人 法国人 过生日的时候 吹吧 行 我吹 哎呀 还得洗个愿啊 嗯 你们没事吧 哎 这什么东西啊 别动 不 不 不会是炸弹吧 灭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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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像个宝贝 对 这就是八年前失踪的那个玉禅厨啊 玉禅厨 没错 就是她 八年前她的县世 被上海滩带来了血案 她还有这么稀奇的来历 这是明代匠人 打造的西式珍宝 是万里年间的宝贝 公益早已失传 早年藏在紫禁城里 后来流入到了民间 八年前 她突然出现在上海滩 引起轰动 后来又在展览会上神秘的失踪了 哦 果然她雕刻得栩栩如生 这还不是她的稀奇 她最神奇之处 在感知水迹 只要周围有水迹的存在 她就会凝结在残渠的背部 结成一个个金银梯土的水珠 可谓无家之宝啊 呦 张教授可真是见多识广啊 那当然了 你看 那咱们赶紧用水试试啊 对对对 拿水 拿水 赶紧啊拿水 拿水 真的广水珠 这么神奇啊 恭喜恭喜 这真是天降祥瑞啊 好啊 既然这个宝贝 她自己跳到我的面前 我就不妨收下 真是好玩意儿 这宝贝真闲了 真是西式珍宝 真是恭喜特派人 不过这样的西式珍宝 我也不敢自己受用 这样吧 择日我将亲自护送 把他献给大帅 以撩表我上海军民的 一点心意 好 好好好 拜拜 韩世杰这个王八蛋 当年他就骗过 说玉禅珠被偷了 实际上 残在自己家里了 就是 没想到他这么贪心 想把宝贝毒吞 你还有脸说呀你 当年我把这房子交给你 让你搜 你是怎么给我搜查的 好了 现在出来了 落在人家叹枪 离手里了 不是 我查了 可是谁会想到在那儿呢 行行行别说了 走了走了 这儿没你事儿 走走走走 是走 走 毕凡 来喝杯咖啡吧 怎么了 没事 秦施先生 早点来了 好 来放这儿吧 跟着一起吃吧 嗯 来 请你洗手水干 水干 你这报纸是在哪儿买的 爆摊啊 就是平时买报纸的 街角的那个爆摊啊 街角的那个爆摊 街角的那个爆摊 这就奇怪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张报纸是八年前的报纸 怎么可能呢 雨缠除 周明 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吧 快看看 这雨缠除出现了 你啊 赶紧得把伤给我养好 嘿嘿 到时候把案子破了 给我来一个独家头版 你不会又因祸得福 受了伤当了探长 把我这老同学都给忘了吧你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绝非那么简单 我也觉得这当中没那么简单 所以 我也非常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 周明 八年前的这个案子 你还有印象吗 听说这雨缠除背后啊 还有好多故事呢 你说点给我听听吧 这事说起来真的很蹊跷 八年前我还没当寻补 不过这个案子的卷宗 我真的研究过不少 当年雨缠除重现上海滩的时候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可就是在展览会当天晚上 雨缠除就被一个叫一枝梅的江阳大盗给偷了 当时的华总探长李海鹏 好不容易再破了案子 结果居然发现起货的是一个雨缠除的赝品 结果李总探长因为这件事情而被迫引咎辞职 可是后来的事情就更奇巧了 过了不多久 李总探长和他妻子被人双双杀死在家中 而且案发现场还留下了一枝梅的标击 所以有人传言这件事情 是一枝梅和李海鹏串通一起坚守自盗 后来又因为分赃不均 所以李海鹏被杀 周明 这玉缠除重出江湖 这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还很难说 这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把这张报纸给他 那个人一定是算好了 要把这份报纸给毕先生 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非他在暗示着我什么 现在有人传言说 有一个当年的什么侠盗要重出江湖 这件事情会不会和他有关呢 如果真的是他 他为什么要把这份报纸送来呢 我觉得来者不善 毕先生在吗 毕先生 林小姐都在 你来干什么 毕先生 我们总探长请您马上过去一趟 有重要的事跟您商量 好 你先回去嘛 我随后就当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没了 谁跟四公先课 不必了 不必了 神偷一枝梅的情况 神偷一枝梅的情况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 他的真面目 他是男的 是女的 是老的 是少的 是美是丑 没人见过 别看了 一枝梅 已经来过了 是 故意制造混乱 然后声东击西 头雨沾除 看来是这样 好你个东方 我看你的胆子是通了天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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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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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